上一回啊咱们讲到魏忠贤指使他的爪牙 也就是锦衣卫的那个首领徐显纯 在锦衣卫的诏狱里是大肆杀害东林党人 像什么杨莲呀左光斗啊等等 这些个东林党呢都被在监狱里给害死了 一共进去六个人死了五个 最后啊就剩下一位顾大正 当然了按照这个魏忠贤的意思 这顾大正也得赶紧弄死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出了变化 据说呢有一位叫燕大侠的在这个诏狱里混着 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居然把这顾大正啊从锦衣卫的诏狱里给救出去了 要说起这个事情来 那真是相当的有意思 您想啊那个时候魏公公那是权倾天下呀 想让你死你就得死 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先生都让魏公公给整舍了 你说还谁能够逃脱他的手心呢 哎叫这位燕大侠横空出世啊 愣把这顾大正给救出去了 把这问题呢给解决了 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顾大正不知道答案 看守不知道答案 徐显纯也未必知道答案 就那位燕大侠知道 可是呢他没告诉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之前呢我曾经介绍过许多这一类幕后的密谋 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儿 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绝不猜 我倒是想猜 因为这种暗箱操作呀 还是能猜的 比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 秦始皇死了以后 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 他老人家并不在场 上百年前的事情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这司马迁先生连对话都能猜出来 过了几千年 也没人说他猜的不对 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 可是 眼前咱们说的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过复杂 徐显纯没招 外公公不管 他们商量的时候 也没叫我去 就实在是不敢乱猜了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 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 在经历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之后 他终于走出了地狱 按说这个事情到了这一步 顾大章到了刑部 那就是他的天下了 因为他原来曾经在刑部里头任职嘛 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刑部上述李仰正 这个时候啊 也投了阉党了 成了魏忠贤的人了 您想想 部长大人尚且如此 这顾大人他就更没辙了 这底下的人肯定都已经投靠了魏忠贤了 在天启五年 也就是1625年的9月12日 刑部开始会审 过去咱们看的那个所谓的三堂会审嘛 这个李仰正啊 果然不负其焉党之名 这一上来就呵斥顾大章 哎顾大章 你给我老实交代 把你的这个问题一样一样 你全都得给我说清楚了 要不然你看见没有 大行伺候 更为搞笑的是 他的这个手里拿的罪状 那就是徐显纯交给他的 人家怎么写 他就怎么照着审 一个字都没改过 哎 其实底下的顾大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他那些罪状 他自个都能背出来 都听了不止一遍了 这李尚书在上面念呢 有的地方念错了 顾大人在底下还时不时的给他纠正了 提醒他两句 哎 这这条你念的不对 应该是那么说的 这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 李尚书就是要让顾大章承认 那这些个罪状都是他干的 这些个事情全是他搞的 可顾大章呢 就是不承认 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 而且他还说出来了自己不承认的理由 顾大章说 我不能带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顾大章这么一说 这李尚书也没词的 说不出话来了 他知道 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 但是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连 左光斗 顾大章等六个人 因为收受贿赂 结交江臣 除以斩刑 什么叫结交江臣呢 就是结交那些个封江大吏 在边境上 有实力 有军队的那些个大臣 然后呢 李英外河图谋不轨 这叫结交江臣 这在当时呢 也算是一条死罪 所以呢 把他们斩漏是理所应当 名声言顺的 这可以说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 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 有五个 现在已经挂了 都不在人世了 那实际上 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 在那单脸 先在赵玉里头 一顿猛打 打完了 再到刑部 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您想想 这还有天理吗 形势急转直下 那位保顾大章的艳大侠 也有点慌了手脚了 一天夜里 他找到了顾大章 告诉他说 哎呀顾大人 情况不但妙 恐怕呢 您这个生命啊 是有危险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顾大章先生 并不惊慌 恰恰相反 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 向艳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他揭示的是 怎么让自己出狱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您别着急 第二天呀 在刑部的大堂上 顾大章就公开了这个秘密 他怎么做的呢 他呀 招供了 他供述的内容 包括了如下几点 杨连的死因 左光斗的死因 徐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 还有人性的折磨 还有无耻的谋杀 这些个事实 他一五一十的 全都说了出来 另外呢 他怕口说无凭 还把杨连留下的那封绝笔 也给公开了出来 前面说咱们讲过 杨连在临死之前 把他在诏狱里边的一切的遭遇 全都记录了下来 写成了这么一份绝笔 交给顾大章来保存 这里边呢 还经过了一系列的周折 现在呢 终于是见到了天日了 那么这是公开审理啊 这个顾大章在当庭这么一说 刑部就知道了 因为有好多刑部的官员嘛 大家都在这 刑部这么一知道 那朝廷里 这所有的人大概就都知道了 这个朝廷里的这个官员们一知道 谁没有个亲子后的 谁没有个亲戚朋友啊 哎 回去这么一传 结果 这就等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这魏忠贤呢 不明白 徐显纯 也不明白 甚至 燕大侠也不明白 顾大章 之所以忍辱负重 活到今天 不是心存侥幸 也不是 投机取巧 其实啊 他早就想死了 和其他五位舍生 取义的同志一起 光荣的死去 但是呢 他不能死 当杨连 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 他的生命 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 有义务 把这个赵狱里发生的一切 这些邪恶的 丑陋的行为 还有正义的光辉 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 等待 直到出狱 不为偷生 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 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 传播于天下 等到来日 世道清明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果真有那么一天 无目明以 要真是 这些个凶手们 都被绳之与法 那我死也明目了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顾大章做到了 是以今日的我们 现如今 咱们才可以得知 当年的所有的一切 在一天之后 顾大章用残废的手 因为他的三个手指 已经被打掉了 所以他用残废的手 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并在当晚 是自意身亡 上吊死了 这表明什么呢 就表示说 杨连 当初你交付给我的重任 你那封绝笔 我已经给公开了 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无目明以 我死了 我可以明目了 到此为止 杨连 左光斗 魏大中 袁化中 周朝锐 顾大章六个人 是全部遇害 史称六君子之鱼 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 演到这儿啊 这坏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但是魏忠贤 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 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 有七个人的名字 都谁呢 分别是高攀龙 李应生 黄尊素 周宗健 妙昌七 周启元 和周顺昌 这七位人兄啊 这个地位 说高不高 就是平时呢 骂魏公公的时候 骂得狠了点 但是魏公公 一口咬死 要把这些人 组个团 送到阎王爷那去 那么前面 他把六君子都搞定了 再搞个七君子 估计也不成问题 春风得意 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 他现在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 然而魏忠贤错了 在一部相当胡扯的港签当中 某位大师曾经反复说过 那么一句不太胡扯的话 说凡事太近 缘分比定早近 这台词您是不是挺熟的 要说魏忠贤办这个事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顺利的 中民党人的势力没有 气节还是有的 不走也不逃 坐在家里等着人来抓 像什么李用生啊 什么周宗健啊 妙昌七啊 周启元啊 这四个人是相继被捕 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 因为在他们看来 坚持信念 被魏忠贤抓走 这是光辉的荣耀 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 那位高攀龙 更厉害 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 他自己就上路了 怎么说呢 自杀了 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 他整理衣冠向北扣手 向北的磕头 然后是投水自杀 此前呢 留有一书一封 这一书啊 说了这么句话 说 可死 不可辱 这话听着也耳熟 有那么句话嘛 叫 是可杀 不可辱 这位高攀龙 高先生 是非常的 有文人的气节 那么在这七个人当中 高攀龙 是督察院 左都御史 李应生 周东建 黄尊肃 都是御史 骂人的官 妙昌七呢 是汉林院的御德 周启元 是应天巡俘 说起来啊 不太起眼的 就属那位周顺昌了 这位周顺昌 周先生 曾经担任过 吏部员外郎 论姿力 论权势 都可以说是小子味 不算什么 但是事态变化 正是由他而起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要 有必要详细的 来介绍一下 周顺昌 周先生了 这位周顺昌 自景文 是万历四十一年的 进士 这个人 非常的有个性 非常的等值 极恶如仇 说起这周老兄呢 还有一个 哭笑不得的故事 他在这儿呢 我也给您讲讲 在当初啊 他这个在外地去当官 考通进士以后呢 放到地方上 做官去了 有一次呢 人家请他看戏 唱那个大戏 把那个 巡后老爷 请去了 开始还挺高兴 结果呢 看到一半 周先生突然是怒发冲冠 众目睽睽之下 跳上舞台 抓着演员 是一顿爆打 打完了 甩袖而去 这个演员也糊涂 他为什么也就打我一顿呢 算他倒霉 因为啊 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有这么一说啊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 通常是演着演着 下边突然巴巴来一枪 把黄世仁先生给干掉 看来啊 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然了 可能这个传说有点夸张 但确实 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 全都不放过 你想想 这现成的当朝的魏忠贤 这周先生能放过吗 也得骂他 不过要说起来呀 这魏忠贤 想要加害的人的那个名单上 最初只有六个人 压根没有周顺畅 那么周先生之所以成为了后补 那是因为当初 另外一位东林党人魏大忠 被魏忠贤抓了 从他那过的时候 他把魏先生请到自己家里 好吃好喝 还跟魏先生结了庆议 这东厂特务呢 想轰走他 结果他说 哎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 有不怕死的人吗 回去告诉魏忠贤 我叫周顺昌 只管让他找我 后来 东厂抓周启元的时候 这周顺昌啊 又站出来 是大骂魏忠贤 于是 魏公公不高兴了 你小子你啊 我不理你 你倒偏偏的骂我 跟我对着干 行了 把他一个抓起来 派人抓他去了 那么周顺昌呢 是男直立 无限的人 也就是 现如今的 江苏 苏州一代 这是他的老家 周顺昌这个人呢 为人庆怜 他家里头 非常的贫苦 很穷 但是呢 他这个人 非常的讲义气 哎 经常的 给人帮忙 周围 街坊四邻的 啊 乡里乡亲的 有什么难处了 哎 他是努力的 帮助人家解决 所以呢 他在当地的 这个名声 非常的好 来抓 他的这个东厂特务啊 估计不太了解 这个情况 哎 觉得 苏州人 全都闻痘痘的 一说 啊 挺软和的 好欺负 所以呢 一到这地方上 就开始搞钱规则 让那个周顺昌家里头给钱 那还公开的扬言 说如果不给钱 那就在半道上 把周顺昌给黑了 弄死你 可惜啊 这周顺昌周先生家里 是真没钱 不过他本人也看得开 同样也是高声的说 嘿 一文钱不给 你能把我咋样 但是 当地的人民群众 不干了 他们生怕 这些个东厂的特务 在半路上 害死周先生 于是 就开始凑钱 有些个贫困家庭 甚至把衣服都当了 哎 就为凑够这个银子 让东厂 高财贵手 那么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 名叫文之饼 这位 可谓是 王八蛋中的王八蛋 这人得寸进尺 你看 怎么着 大伙给送钱来了 他竟然要加价 要了还要 这就是太过分了 不过啊 为了周顺昌周先生的安全 大家伙 还真是忍了 又给他送了一笔钱 不过呢 第二天 为了抗议逮捕周顺昌 这苏州 举行了 霸市的活动 这要换个明白人 一看这苗头 赶紧走吧 该跑路跑路 哎 可是这帮个特务 实在是 太过嚣张了 或者说是 太傻了 这帮人一点也不消停 还在那 招摇过世的 欺负老百姓 苏州人看着气呀 恨不得 修理他们一顿 不过呢 为了不连累周顺昌先生 大家伙 又忍了 一天之后 苏州市民涌上街头 为周顺昌送行 这个队伍 整整有十几万人了 这老些个人 差点把县衙给挤垮了 这群俘毛一路 吓得不行 赶紧出来 对大伙说 哎 你们有话好好说 别挤别挤 那有人随即就劝他 说啊 哎 毛大人呢 重度难判呢 您就别抓周顺昌了 上奏 说句功德话吧 这毛一路这个人呢 胆子比较小 得罪群众 他还真不敢 不过呢 得罪为忠贤 他就更不敢了 他是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一生都不敢出 所谓的干柴烈火 估计大致就是这样 十几万人气势汹汹 就等一把火了 哎 于是 咱们前面提的那个冬场特务 这带头的文芝饼 听声而出了 他窜出来 大喊一声 冬场得人 鼠辈而敢 什么意思呀 说我们冬场上这抓人来了 你们这些个鼠辈 你们敢拦着 找死啊 哼 这下 活客店找了 勒索 收钱 不办事 欺负老百姓 这十几万人 站在你眼前 你还敢在这 威胁人民群众 人蠢到这份上 那大家就无需再忍了 在短暂的平静之后 有一个人 走到了人群的前列 面对文芝饼 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他到底问了什么呢 咱们下回 接着讲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